他可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以一个说唱歌手的标准来要求你 你这三首歌的flow过于 简单和重复了 说实话 我的flow 真的不太行 对 确实是不太行 其实不是 我太太动了 但是其实你的歌词 在你这个年龄 我觉得算好的 但是你大段 可能超过32小节 你的flow完全没有变化 会听着有一点累 对 所以就是 我现在在开始 提升我自己的一个flow 其实我觉得 他有一个同龄人没有的东西 就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判断 大多数18岁的孩子都会觉得 我天下第一 我是最狂的 然后他第一句说 我确实flow有问题 我整不会了 但是我觉得 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缺点 是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我相信两年后再听你的歌 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的 好 谢谢老师 浩涛真好 我好想他 他比较真实 对 他就是我怎么想到 就这么告诉你 舞台歌手吴瑶涛 面见结束 他所有的时间 对 你们先出出五秒钟的时间 所有媒体团 你们有最后五秒钟的时间 做好自己的选择 套套这么好肯定全亮 他应该是全亮吧 我觉得像这种 他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只要你回答得 比他们还锋利 刚刚一出道说不理 因为你 我了 吓死我了 吓死 确实是Sunny 我想跟你聊有一次 你穿一身粉色衣服的 那个演出 作为怪物是吧 对 我个人判断就是 你Loop机用的不多 是用的不多 对 因为其实后面已经有做好了那个设计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占了一些电脑的便宜 你让大家以为你用Loop机器做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是用了电脑 有点让很多人觉得 哇 他好厉害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现场做的 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 就需要演 要和你运用科技 我也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 设计太多了 有点假 但是我觉得 没问题 有人和我说 这个就是表演者 你在舞台上面没有人会在意 如果你演得很真实的话 你特别地投入 那那个是最重要的 好好地在 幕后的东西你还是很擅长的 观众员做的东西其实还是挺玄学的 就是你努力了 但是观众并没有特别接受你这种风格的话 你会甘心做一个幕后吗 对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喜欢很多人看到我 不然我不会做个幕后穿这种衣服 我想问问就是你有就是我们这种老百姓的衣服吗 老百姓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这样吧 老师们好 我是舞台歌手黄玉博 你好 马上就走到总决赛了 你的老板涛涛有没有看你的舞台 他看了他看了《英特斯特拉》 他说花里胡哨的 好 好 确实 因为我们老板其实是这样一个人 他会觉得说 你自己喜欢就好 他就说你去尝试 就去做 如果碰壁了 没关系 就算你被淘汰了 咱们回来自己做歌 做音乐 发专辑 加油 易丽静老师不问我点什么吗 你期望我问你点什么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一开始看到易老师的时候 我其实就被吓死了 然后她的那个头发很直 就像锋利的针一样 就感觉要把我刺穿 但是我听完整场之后 其实我发现你是一个温柔的人 所以此时我不问就是对你的温柔 加油 好的 谢谢老师们 辛苦了 哈啰 老师们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佩玲 你觉不觉得她很适合做拉丁 你说G4吗 佩玲 抱歉 想问一下 你觉得自己的个性是什么 有身为艺人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 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个性的人 可能是因为从一开始 到现在我都是一个非常淡定的人 你这么淡定 那你有欲望吗 就是你想唱歌还是想成名 我想唱歌 然后也想让大家看到我唱歌 那你觉得你现在阻碍你成名 最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一直没有一个经纪公司 或者有个经纪人吗 我在这里是没有经纪公司的 我的天啊 龙丹妮签她 她需要龙丹妮签她 龙丹妮 你听过有人说你唱歌唱得很好 但是总是缺少点什么吗 一直都听过 我缺少的是没有情绪 就是好像一直唱歌都是 拿了一首歌 听好 背好 唱 就是完成工作 对好像交作业 那个感觉会没有掉 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很认可我的人 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 去先了解歌曲 然后再表达情绪 我应该不会播放吧 我不会 我真的不会 老师们好 我是许子卫 欢迎老师们随意提问 你觉得你倒霉吗 我不倒霉 我是很幸运的 我是觉得你不要这样想 我觉得你要觉得 对我不公平 我有不甘心 这可能才会让你在舞台上 被更多的人看到 你才会去争取你的部分 我是一个会考虑 很多别人想法的人 我不想被别人误解 觉得我自己没唱好 在挑别人毛病 这几年一直